从图书馆出来 回宿舍的路上 耳边忽然响起一阵轰鸣声 我抬起头 一辆明黄色的跑车直冲我而来 我躲闪不及 迟钝地站在原地 下一秒 他急杀在我面前 离我裙边只有半米不到的距离 哇 好刺激 一道娇俏的女声使我回神 敞篷打开 里面坐的是我即将病婚的未婚夫江旭 以及他的女朋友段芝威 吓到了 江旭懒散地笑笑 但话里并没有对我抱歉的意味 江旭 我动了动 吓得几乎僵硬的身体 吃相是不是太难看了 副驾驶的女孩明媚一笑 去挽江旭的胳膊 别怪阿旭 是我缠着她 带我玩的 刚巧不小心冲到你面前而已 抱歉阿 江旭轻省了一声 推开她的手 下车后 在我面前站定 点了根烟 居高临下地逆着我 生气了 江旭俯身靠近 笑得顽劣 不是只要能跟我结婚 什么都能忍吗 这才到哪儿啊 温迷 男生站直身子 刚好挡住前方的太阳 C 四眼的光运从她四周散开 使得我看不清她的神情 但她说出的话是笑也藏不住的恶意 温迷呀 我女朋友今天生理期不方便 今晚你来替她怎么样 不是想跟我结婚吗 这种事不是早晚要发生的 我终于看清她眼里的耐人寻味和机讽 我不想 我甚至带于生出一丝怒意 语气淡到没有任何情绪 江旭逆着我 你这算什么 又当又立 既想嫁给我 又想让我全心全意对你 温迷 你想都不要想 后来 短直微低血糖饭了 江旭没再跟我纠缠 启动着耀眼的跑车 只给我留下一段尾气 我耳边还回荡着她刚才的话 江旭还不知道 我早就不喜欢她了 我刚说我不想的意思是 我也不想跟她结婚 但连江旭都拒绝不了的事 我又怎么拒绝 我回到家的时候 没想到江旭的爷爷会突然到访 妮妮回来了 最近和江旭相处得怎么样 我还没开口 拱着身站在一旁 满脸堆着笑的父亲就抢答 挺好的 妮妮说就喜欢阿旭那一款 我看两人订婚的日子 可以提前了 妮说呢 我张了张嘴 最终还是说不出反驳的话 我和江旭从小就有娃娃亲 但自从高中开始 有人拿娃娃亲调笑她 她就开始对我格外排斥 前几天我二十岁生日当天 江旭爷爷提出订婚 父亲将我拉进书房 声音哽咽 咪咪只有江家能救爸爸了 项目被骗 公司的钱几乎都被卷走了 董事要拉我下位 爸 可是我不喜欢他了 我还想说他已经长成了个混账 不会对我好的 但父亲完全听不进去 半是威胁 半是祈求道 爸爸像养公主一样 抚养你这么多年 还有你一直以来享受的优渥生活 你不该报答爸爸吗 非要我给你下跪吗 拒绝的话 就像是喉咙里塞了棉花 堵在那里 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江爷爷不懂年轻人的事 信了我爸的话 答应了提前订婚 你你呀 你现在有空吗 去把江旭那小子叫回来 我们好商量商量 江爷爷这是在给我创造 和江旭相处的机会 爸爸在一旁 不停对我识眼色 有空的 爷爷 我听见自己麻木的声音 根据助理提供的地址 最后我是在江旭朋友的酒吧里 找到他的 江旭正逢游戏书了 接受惩罚 哟 你未婚妻来接你啊 旭哥 那也不行 你这必须玩完这一把 才能走 别输不起啊 江旭文言 笑着踹了他一脚 别他妈贫 想怎么着 我站在卡座前 每个人都默契地 没搭理我 更因为江旭的原因 没人敢叫我坐下 那人语气也余 按理说呢 旭哥您得把面前酒杯都喝了 但这不是马上要回去看您家老爷子 我们就替您考虑 酒就免了 随机挑现场 一位女生接吻三分钟 就算成了 怎么样 他提出这个要求 就是故意给我难堪的 江旭了 无意味地轻吃了声 在众人起哄声中 朝我走来 唇边带着玩味的笑 江旭 一旁的段之威 紧紧盯着我们 江旭却仿若未闻 低头靠近我 昏暗的灯光 刚好隐匿起我 抑制不住颤抖的手 我避开的前一秒 江旭停下 抬眼 毛子里是丝毫不掩饰的讥讽 怎么办啊温迷 我这么不挑的人 都对你下不去嘴 你想想 你得有多让我恶心 我清和下眼 在这种几乎 无地自容的静地下 不合时宜地想起 曾在网上看过的一段话 公主格格的生活 我可一点也不羡慕 他们大多数 都逃脱不了联姻的命运 那时还有评论 讽刺她是眼红 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而已 也许有些矫情 但如果能再来一次 我不愿意再生在这种家庭 江旭最终是选择了段之威 那三分钟内 不少的人 视线都若有若无地 撇向我 明明犯贱的是江旭 然而丢人的却是我 江旭 你属狗的吗 都被你咬破了 女孩恼怒起来 也是娇里娇气的 成 算我错了 下次给你咬回来 江旭对段之威 向来好说话 我和江旭一路无言 直到到了我家 江爷爷通知他 订婚提前 空气一瞬间凝滞 除了江爷爷 所有人感受到了 江旭周身散发的低气压 我无所谓 反正都是您说了算 我算个屁呀 江旭散漫地靠在沙发上 大喇喇翘起二郎腿 你怎么说话呢 将爷爷气得血压上来 我爸很有眼力驾地 扶着他去查试降火 江旭注视着站在原地的我 手里的打火机 有节奏的磕打在膝盖上 温迷 你真行 我都做到这个份上了 你还能面不改色地跟我订婚 能见到这个地步 他气笑了 自顾自点头站起身 太他妈少见了 江旭怒气越大 对我说出的话就越恶毒 很快 客厅内只剩下我一个人 眼泪砸落地板的声音被空荡 安静的客厅称得格外清晰 我很快擦掉眼尾的湿润 没关系呀 咪咪 没关系的 我学着妈妈小时候哄我的话术 安慰自己 我和江旭订婚日期公布后 最先坐不住的是段芝威 你跟江旭退婚吧 你们这婚结不了 咖啡厅内他信誓淡淡地坐在我面前 脱塞看着我 这话你自己去跟江旭说 段芝威苦恼地叹了口气 我不想让他为难 只能麻烦你了 我相信你不会为难一个孕妇吧 我停下拿杯子的动作 抬眼对上他闪着期待光的星星眼 是江旭的 段芝威皱眉 当然 他们江家不信 可以等生下来 去做亲子鉴定 这时 试着刚好端上咖啡 放在段芝威面前 女生一边等着我的回复 一边百无聊赖地搅动着咖啡 在消化所有信息后 我站起来 拉开了他手中的杯子 Z 怀孕了就少碰咖啡吧 段芝威抬头 我露出了近些日子 第一个真心实意的笑 我会提出退婚 那天大雨滂沱 我却感觉在我 这片荒芜的原野上 一种名为生机的东西 在这暮秋的最后一场雨时 开始到场的发芽 退婚 江爷爷不解 灰白色的胡子和眉毛 都快要飞起来 咪咪 跟江爷爷说 是不是江旭欺负你了 我摇了摇头 轻声说出段芝威怀孕的事 引得平地一惊雷 快给我查清楚江旭在哪 立刻给我带回来 江爷爷抱歉地拍了拍我的肩 爷爷一定给你和你们加个交代 段芝威怀孕 那退婚就成了必然 那时 我怎么也想不到 她的交代 会是让我嫁给另外一个人 一个比江旭城府 身上上万倍的人 我没敢露出太大的情绪起伏 没多说 就回了学校 近来 我听到室友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 温米 我怎么感觉你最近心情那么好 我小声哼着歌 迈着轻快的步伐 是吗 我点点头 大概是因为周日花五块买彩票 居然中了二十块钱的原因 是有 自那天以后 江旭就像是从我生活中消失一样 我很难不愉悦 直到周五下午没课 正打算回家 我在出校门口后 被江爷爷的助理拦住 温小姐 老爷子想请您一家吃个饭 特地让江总来接您一起 江总 我下意识以为是江旭 神经都不由地紧绷起来 温小姐 一道低唇悦耳的声音自身后传来 我转过身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江其玉 即便是坐在轮椅上 他沉稳而内敛的气场 也根本不输任何人 他是江父那个早已过世的前妻的孩子 和江旭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包间内 江家和温家人几乎都在 除了江旭 江爷爷和蔼地笑在我看来 有些发怵 他正式宣布 妮妮 刚和你爸商量好了 订婚时间不变 直接换成你和其玉的订婚宴就好 江家早就把消息散播出去了 临时取消 对两家都不好 江家绝对不能背上一条丑闻 没有我商量的余地 在场的所有人除了我都非常淡定 包括身旁的江旭玉 我在即将迈出地狱前最后一步 又被拽进了另一个万丈深渊 一场饭吃下来 我喝了一瓶又一瓶的酒 散场时将爷爷乐呵呵地撮合 其玉啊 你送妮妮回去吧 我和你温叔叔再去喝喝茶 江其玉映下 即便车速已经够平稳 我还是不可抑制地更迷糊了 到了我家楼下 我却没下车 江先生 可不可以求您一件事 我撑在座椅上 吸了吸鼻子乞求道 江其玉抬眼 透过后视镜看向司机 你先下去 车内只剩我们两人时 他才缓声问 怎么了 我一张嘴就控制不住地哽咽 能 能不能麻烦您跟江爷爷说 不想跟我结婚 车内只有我偶尔的抽气声 江其玉并没有回答 他摘下手上的皮革手套 温热的指腹 轻浮上我的眼尾 不哭了 不知道是不是思维迟缓的原因 我竟然听出一丝轻哄的意味 我不免着急 又靠近了些 我不想 我知道您肯定也不想的 江其玉垂下眼 温柔的语气 却隐隐透着落寞 是因为我是残疾吗 不是的不是的 我去抓他的袖子 急忙解释 江先生 没有冒犯您的意思 意识不查 我和他的距离 在不知不觉中 越来越近 我语无伦次地解释着 江其玉将我抱坐在他腿上时 我都迟缓地没有注意 怎么越哭越凶呢 男人轻拍着我的后背 安抚着 慢慢来 迷迷 这是我累极睡过去 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在彻底和眼前 我似乎看到江其玉抱着我 静止走下车 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第二天醒来 我回想到这一幕 也只觉得是喝多了出现的幻觉 江家派人传来了消息 订婚时间不变 原定的结婚时间先待定 我正住 我知道 这是江其玉 为我争取到的限度 定婚宴前一天 我却意外接到一个陌生来电 温迷 你是不是跟谁结婚都一样 是久违的江旭 你不能在我已经接受 和你结婚的事时候 嫁给别人 为了你 我已经安置好段之威和他的孩子了 你觉得你嫁给别人 对我来说公平吗 如果说必须选一个人的话 一定不会是江旭 明天就是订婚宴 没有改变的余地 江旭 但他听不进去 温迷 你自己去主动退婚 别逼我 说完他就挂了电话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 我的想法 对两家的长辈来说 都是无足轻重 他们根本不会为我改变 第二天订婚宴上 我下意识寻找江旭的身影 确定他没出现后 我松了一口气 回到更衣间 还好吗 保镖将江旗玉推进来后 就自觉退了出去 我点点头 您等我换下高跟鞋 就可以一起出去了 平时大多数都在学校 我穿高跟鞋的机会很少 所以刚走出脊步后 就亮腔地差点摔倒 江旗玉抬手及时扶住了我 谢谢 但当我想正开时 他却不松手 顺带着用力 将我拉坐在他腿上 近距离的对视 让我有些无所适从 慌乱地避开视线 会不会压疼您 将其玉手放在我腰上 不会 没有知觉 他随意地像是在说 今天比昨天气温高了一度 将其玉视线描摹着我的五官 最后落在我唇上 今天要接吻的 迷迷 暧昧的称呼 让我没立刻反应过来 啊 我知道 将其玉抵在我后背的手 微微用力 使得我靠得他更近 会不会 他低声问 这有什么会不会的 不就是四片唇相贴 我眨了眨眼 也不禁看向他的下半张脸 我会的 将其玉淡笑了一下 试试好吗 我没来得及拒绝 所以将其玉选择 直接俯身吻了下来 在碰到一瞬间 门被大力踹开 将其玉下意识 把我搂进怀里 温迷 我警告过你的吧 将旭戴着黑色棒球帽 气急败坏 你他妈才认识他多久 又是亲又是抱的 过来 离这个变态远点 将其玉比你想象的可怕 你根本不知道他做过什么 起码我从来没有算计过你 我第一次见到 将旭部镇定成这个样子 温迷 你他妈现在毁婚跟我走 我可以原谅你 将其玉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依旧斯文地淡笑着 将旭见我无动于衷 语气是从未有过的认真 将其玉为你打造了一套房子 你嫁给他 就会被他永远关起来 金丝却闻学 我的第一反应是很荒谬的 且不说我和将其玉 本来就没有认识多久 更何况就我最近对将其玉的认知来说 他不是一个变态的人 但我还是下意识去看将其玉 他像是在看吃傻弟弟一样 看着将旭 然后叹了口气 对我解释 那是爷爷为我们准备的心房 我了然地点了点头 将旭听后却突然狂躁起来 想再说什么 却被赶来的将其玉保镖打断 老爷子听说您回来了 让您过去一趟 您也别让我们为难 将旭没有在智慧的机会 他是半强迫地被带走的 将其玉垂眸看不出神情 我想起刚才将旭那个混账的辱骂 蹲在他轮椅边 您别在意他的话 精神有问题的人会出现语言系统错乱的情况的 我一本正经地安慰他 将其玉指尖无意识地敲打着皮革扶手 闻眼指尖停住 先眼看我 弯出个很淡的笑 又恢复了那个温柔的样子 没关系 我习惯了 他向来如此 还有 别再对我用敬语了 我一边点头 一边想到将其玉这种不争不抢的性子 被那么顽劣的江旭 从小欺负到大 而且还没长歪 心里不免有些五味杂陈 我本以为 将其玉会在订婚宴上 将那个未完成的吻 落到实处 但 他只是用手托着我的侧脸 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 稳在他隔在我们之间的指尖 你不习惯 我们慢慢来救世了 他低声解释 我看着他 想的是江其玉 真的很其他江家人不一样 江旭一直在台下沉着一张脸 直到我和江其玉的接吻结束 他猝然大力踢开面前的椅子 一言不发离开 真的很烦这种妄图用不起作用的暴力 引起注意的人 江爷爷一个眼封 都没分给他发颠的二孙子 直对我们满意地笑着 我看今晚 就让咪咪直接搬到奇玉那里去 你们说呢 我父亲立刻接上 是啊 咪咪 你就去吧 你姑姑他们今晚刚好要在咱家住下 房间本来就不够 暗示意味明显 江爷爷想抱孙子的心情 已经达到顶峰 有些难以启齿 但老实说 我的第一反应 竟然是江其玉 不是下半身都没知觉的吗 那他 好 江其玉的声音将我扯回现实 他轻握住我的手 对双方家长点头 好 我也只好乖顺地照做 没什么好担心的 江其玉应该不会对我做什么 事实也如此 他将我安排在了二楼对面的客卧 早点休息 江其玉温和的声音 让我心底一软 不由地多问了一句 你身边没有照顾的人吗 他俯身下去 捡起我刚不小心滑落掉下的戒指 拉过我的手 重新帮我戴上 别担心 我自己可以 他身上未换下的礼服 加上行云流水 却不轻挑的动作 让我有一瞬间 以为他真的在求婚 我回到房间 晃了晃自己的脑袋 清醒点吧温迷 他对谁都很温柔绅士 你不是例外 我这样告诉自己 更何况从江家 其他人的表现 都可以看得出来 江家比我想象的压抑 我不会喜欢那样的生活 即便是对江其玉 有些微好感 但如果能抓到一丝 解除婚约的机会 我也要离开 第二天虽然是周六 但小组作业 还没做完 早晨我坐在饭桌前 和组内成员打电话时 江其玉刚好从书房出来 路过我 温迷 你第一天来学校 是哥给你颁的行李 就那么不顾及 我们的情分是吧 听筒内男生的声音 在空气中炸开 清晰地传进江其玉的耳朵里 本来这只是 我建议她上台展示PPT 她拒绝才搬出来的人情而已 但江其玉眉头莫尾 只听见这么一句 就显得有些暧昧难言了 我 我不免尴尬 刚想开口解释 喂 温迷 又被听筒那头打断 江其玉冲我点了点头 很礼貌地没有开口 回了书房 剩下的半碗粥 我吃得有些食而无味 虽然我和江其玉 目前只是名义上的未婚夫妻 但没必要的误会 还是尽量解释清楚的好 这么想着 我走过去敲开了她的书房 打扰你工作了吗 她合上电脑 语气和平时没有任何区别 没有 怎么了 我走过去 组织好措辞才开口 就是 刚才是我在和小组成员商量作业 她也只是普通朋友而已 她挣了一秒 似乎没想到我是来解释这件事的 随即又再次温序地笑了笑 轻捏了下我的指尖 嗯 我知道了 不会误会 江其玉似乎永远那么温文尔雅 即便是 被人侮辱的时候 江绪当着江爷爷的面 冲我露出了个人畜无害的笑容 嫂子 以前是我不懂事 以后我会 好好 尊敬你的 她意味深长的语气 让我觉得 她不会那么容易善罢甘休 周二傍晚的社团聚餐 不巧撞上江绪一行人 他们已经吃完饭了 下一趴是KTV 巧啊 江绪顿住脚步 目光笔直地投向我 看来 你最近心情不错呀 还出来下馆子呢 公共场合 而且我也不再受她威胁 有些话没必要再忍 我点了点头 还可以 毕竟终于摆脱你了 江绪还没开口 身边同她一样的 顽固公子哥 先替她破防了 约赫 现在身份不一样了 脾气都硬不少啊 可以前 你敢这么跟旭哥说话吗 我不敢 但是我现在敢了 还不能说 江绪轻吃一声 斜斜靠在墙上 双手环臂 你们俩把她拉走 她指了指 一行人里的两个女生 接着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你还真以为 你能摆脱我呀 温米 我告诉你 从来只有 我说不要的份 社团主席知道江绪 没敢多话 若无其事地 带着其他人进了包间 像是没听见 我挣扎的声音 江绪你犯病起来 没完了吗 我被推进 KTV的包厢 因为脑怒上了头 下意识扬起手 冲他脸去 但在空中就被截住 温米 不要以为跟了江绪玉 就无所不能了 在他冷硬的语气下 我渐渐回神 老实说我并不是因为 江绪玉才敢跟江绪动手 仅仅因为我父亲 不用受他限制了而已 但我还是把手放了下来 就江绪的性格而言 他不是任由我打的人 他拽着我将我摔在沙发上 别折腾了 今天我就是来喝酒的 你陪我喝高兴了 我让你走啊 我的手机早在来的路上 就被江绪第一时间拿走了 这已经属于半胁迫了 江绪坐在我旁边 推了一杯酒过来 扬了扬下巴 喝呀 他坐姿吊儿郎当 却也没有给我一丝逃跑的机会 我不喝的话 你打算关我到什么时候 我只瞥了一眼那杯酒 没有任何喝的打算 里面到底下没下药 我不得而知 江绪把手里的手机扔开 饶有兴致地看着我 不放怎么样啊 温迷 我只问你 你跟他睡了没有 旁观者的视线 在一瞬间变得灼热 烧在我身上 难挨地让人心烦意乱 跟你没有关系 我没有和别人分享 私生活的想法 江绪 之前是你说跟我结婚 会让你恶心的 现在你又在在意什么 温迷 我现在 我平淡地打断他的话 你是要在有了私生子后 来说喜欢我吗 你不觉得自己很脏吗 我看着他 发自内心地反问 江绪合上了张开的嘴 黯然的神情 也只持续了一瞬间 接着又恢复盛气凌人的态度 成 我脏 江绪域干净 江绪域什么都好 他现在不是也没救得了你吗 话音刚落的下一秒 门就被一个眼熟的保镖静止推开 江绪域被推了进来 四目相对 一种名为归属感的东西 瞬间充盈进我的内心 我一路以来 紧紧攥着的手终于松开 我听见他说 咪咪过来 我们回家 江绪自始至终 都把玩着酒杯一言不发 但他的态度很明确 等等 是另外一个姓杨的公子哥 拦在了我和江绪域前面 这不江大少吗 怎么来领完人就走啊 也不跟大家喝几杯 江绪域似乎是没听出 他语气里的嘲讽 依旧是从容的语调 为了接女朋友 来得有些匆忙 不如下次 如果我说不行呢 杨绍仗着江绪外公那边的背景 比孤身一人的江绪域更大 猖狂地完全不把江绪域放在眼里 江绪域没再说话 他的保镖直接朝那人走去 想干什么 哥 江绪终于开口 你的人今天感动一下 我就敢把他丢进河里喂鱼 你觉得你有能力保下他吗 这时我才知道 江绪域在江家的地位远远不如江绪 因为江绪妈妈的母家 是他永远强大的仪仗 江绪域背对着江绪 叫停了保镖 杨绍对着保镖 点起脚脆了一口 再绕到江绪域面前 继续胡假虎威 江大少啊 想带这位妹妹走呢也行 得把旭哥专门为他点的酒喝完 不能浪费吗不是 在场的所有人都等着 在看江绪域的好戏 莫名的 我不想见到江绪域 像人低头的样子 况且江绪针对的人 本来就是我 好 我点了点头 走到江绪面前 喝完就能走是吗 反悔的话 你会不得好死的 我说着 端起面前的第一杯 没管面前沉下谋色的江绪 但在空中被江绪域拿过去 没有让女孩子给我挡酒的道理 她还是那样的慢条丝理 在乌烟瘴气的包厢里 她和所有人都格格不入 她周旋在金庭华言之间 却依然出尘清河 江绪域一只手握住我的手 不让我抬起 另一只手一杯接着一杯地 在江绪激朝的目光下 去端酒 去沉默地接受 众人对自己的侮辱戏弄 那天 江绪域回到家 已经有些幸运了 她强撑着自己上了床 直接睡了过去 我拿着温热的帕子 给她擦着额头的细汗 有些心疼 面对这样的江绪域 我很不争气地 动摇了最初想离开的想法 那之后的第二天 江绪域像根本没发生过 那件事一样 一如往常 江绪忽然之间 开始忙了起来 而那位杨绍 却莫名其妙失踪了 离原定的婚期 还有不到两个月 我还在纠结这件事时 江绪域似乎已经帮我做了决定 温小姐好 我是江总的私人助理 刚从国外分公司回来 叫我丹尼尔就好 面前精致大方的女人 朝我伸出手 我愣愣回握住 你好 一旁的江绪域为我解惑 最近气温太低了 你马上考试了还要复习 不用为了担心我 天天往返跑 这里有待啊呢 我后知后绝点了点头 那我周五上完课就回来 她笑着汗手 这时 江绪域腿上的毯子滑落 我习惯性地弯腰 但丹尼尔比我先一步捡起 搭在江绪域腿上 这个会不会有点薄 而且 看起来不像你喜欢的风格 江绪域熟忍的语气中 掺杂着一丝随意 不是很重要的东西 随便让人买的 丹尼尔笑笑 我就知道 我明天给你重新买 我站在一旁 油然而生一股 他们俩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是多余的的感觉 这种感觉在周五下午回来时 达到顶峰 我回来了 我雀跃地笑 在看到丹尼尔端着一叠菜 从厨房出来 那一刻炖住 温小姐回来了 刚好来吃饭吧 江绪域放下筷子 自己操纵着轮椅过来 手怎么这么凉 等司机等了很久 我任由他牵着船地热度 然后敏唇摇了摇头 男人腿上盖着的毯子 已经换成国外超一线品牌的产品 我背后的书包里装着自己抽控制的小毯子 忽然就拿不出手了 整顿饭下来 我几乎全程沉默 丹尼尔和江绪域聊着最新项目的进展 我清晰地知道丹尼尔对我没有任何恶意 所产生的低落都只是来源于 我彻底意识到 我也许已经成为局外人了 晚上 我正坐在书桌前出神 卧室的门突兀地响起 打开是江绪域 方便我进去吗 我点点头 方便的 但当江绪域进来 视线落在沙发上那块小毯子上 我才想起 忘了收起来 给我的吗 江绪域问 明显的难款让我失去辩驳的资格 只好点了点头递过去 值得有些粗糙 你放起来就好了 不用用的 可能还会漏风 江绪域直接把它盖在腿上 没有 我很喜欢 这在我看来只是一句客套话 迷迷 暖黄色的灯光映进江绪域眼里 让我似乎看到 他眸光里似乎藏着别的情绪 你从回来就心不在焉的 是在学校遇到麻烦了吗 我忽然就不想那么纠结了 深吸了一口气 坦白地问他 你还有跟江爷爷取消 婚礼的打算吗 我其实不是很想了 他只见 骂撒毯子的动作顿住 先眼看我 我强忍着耳根爬上的热议 有些生疏的告白 因为 我觉得我喜欢你了 就是想到和你结婚这件事 不会再排斥了 反而会开始期待 这骨子因为羞涩升起的热议 直到我感觉 已经爬到脸上晕开 江绪域才开口 不是一时冲动吗 他只是很简短地 问了这么一句 不是的 我立刻接到 其实再见到江绪域的第一面 我就对他产生了微妙的好感 但因为他将家人的身份 以及联姻接替的情况 那点好感很快消耗殆尽 直到现在 我才反应过来 那些初见时的好感 皆源于江绪域 完全是我的理想型 江绪域将我来 又拉到腿上坐着 想着他下半身是没知觉的 便调整了下坐姿 忽然听见闷哼一声 怎么了 我看着闭了闭眼的男人 没什么 江绪域手背蹭了蹭我 犯着不寻常热度的侧脸 又亲了亲 这里好热 他声音有些低 抚在我腰上的手 也动了动 我对正儿八经的男朋友 没什么不好承认的 像回礼一般 也靠过去亲了亲江绪域的下巴 因为我刚才有些害羞 江绪域听到我直白的话后 轻笑了一声 不经意对视上 空气都显得粘着 他视线缓下移 落在我唇上 然后慢条丝里靠过来 轻啄着我的唇 我无师自通地缓住他的脖子 江绪域在撬开牙关 探进来前一刻 低声回复我最初问的那句话 唇擦着彼此的唇 话也说得有些含糊 只要你不想 婚礼就不会取消 话音腐落 他就拖着我的脸 开始了一个成人间的接吻 是掠夺空气的 是你中有我 或者我中有你的 是静谧的空气下 只有轰炸般的 暧昧吞咽今夜的声音 我一边参与筹备自己的婚礼 一边学习按摩 每天晚上 我都会带给江绪域新的尝试 老师说我今天有进步 能找到很多学位 我来给你试一下好不好 江绪域语气里 含着一丝妥协 好 我是一个学位就会去看一下 他的反应 但自始至终 江绪域都是面不改色的 我气馁了一秒后 将他的税库继续往上掀 好了 江绪域抓住我的手 直接把我拽着一起躺下 今天太晚了 明天再试 我看着瞬间拉近距离的男人 呆巴巴地哦了一声 我在你这里睡吗 江绪域直接把他的被子拉上来 盖在我们身上 然后搂过我的腰 不行吗 我蹭的一下就埋进他的怀里蹭了蹭 行 迷迷糊糊 半梦半醒间 我有些分不清梦境 似乎感受到江绪域亲了亲我的耳朵 等我们结婚 我就都告诉你 但事实是 我并没有等到结婚 在是婚纱的前几天 许久没有出现的江绪 特意挑江绪域开会的一天 找上了我 她戴着口罩帽子 将自己的脸裹得严严实实的 我被从阳台窗户翻进来的江绪 吓了一跳 又有一段日子不见了 她悠悠开口 你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是吧 我不动声色地后退 试图去勾到不远处茶几上的手机 放松 温靡 江绪直接走过去 坐在沙发上 将我的手机 揣进了自己的兜里 今天来 我是来带你走的 江绪身上的力气连起来了些 她平静的一句话 让我彻底愣在原地 江其玉不是残废 她腿是好的 什么 我轻声反问 眼神茫然 知道这么久我 干什么去了吗 江绪冷笑一声 收集这孙子证据去了 这么多年 她坐得滴水不漏 上次我告诉你 她为你打造了一套房子的消息 都是她派人透露给我 故意制造的假消息 我也是费了好大劲 才查到 我眨了眨眼 试图冷静下来 反驳她 江绪 说这么荒谬的话 就为了挑拨 我和江其玉 就算是真的 我也要听她亲自说 总不应该相信一个 伤害过我的陌生人 不对吗 江绪难得没有发火 她只是一瞬不眨地盯着我 然后扔出一颗惊蕾 还记得前不久 在KTV那次 为难你们的那个姓杨的吗 江绪一字一句道 她真的被扔进亚马逊河喂鱼了 一股良意 瞬间窜进我的后背 直至四肢 我似乎僵化在原地 温迷 江其玉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侮辱过她的人 她的手段比你想象的残忍 江绪似乎也沉浸在 这股诡异的寒颤中 她沉沉呼出一口气 万量手机调出视频 放在我面前 夜晚 雪里夹杂着小雨 除了稀稀利利的声音 只剩下一声 接着一声的惨叫 啊 我 我错了 求你了 放过我 江总 我错了 啊 这是个角度比较刁钻的位置 加上距离稍微有些远 没被他们发现这个摄像头 江其玉穿着长款的黑泥大衣 里面的领带 还是那天我帮她选的 像是时间线被拉慢 江其玉自己走下车的动作 在我眼里像是定格动画 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在我脑海里播放 保镖给她撑着黑伞 伞下还是那张温润到极致的脸 江总 我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求你了 求你了 别再让他们打我了 那个血迹呼了一脸的杨绍 狼狈地 趴在江其玉脚下 拼命道歉 江其玉手上依旧一副黑手套 偶尔皮革 偶尔泥子材质 他漫不经心地蹲下 手抓住杨绍的头发 迫使他后仰起头 不过是江绪的一条狗 江其玉笑了一下 不紧不慢道 狗怎么能没有个狗的样子 对对对 我是狗 以后我就是您的狗 求您了 我已经被折磨得快疯了 放过我放过我 江其玉偏头看了眼身旁的保镖 上次他怎么对你的还记得吗 保镖迟疑了一秒还是点头 江其玉满意地弯了弯唇 我把他交给你 你想怎么处置都可以 他没在大理苦苦哀求 趴在地上的男人 在保镖的撑伞下 他又回到车上 但刚刚他蹲下时 衣角不小心粘到了你 视频的最后一幕 是江其玉将大衣扔出车窗 神情是我从未见过的淡漠 当我还震惊于视频中时 玄关出的门被打开了 那个坐着轮椅 我的未婚夫顶着一张 人畜无害的脸 出现在我面前 江其玉 江绪站起来 激动地将我拉得更后退一点 江其玉目光缓缓地 从我身上收回 落在江绪身上 弟弟 你拉着我的未婚妻 是想干什么 江绪神情凝重 死死地盯住江其玉 我们都知道了 别再装瘸子了 还有 我想知道 你是不是把姓杨的针给杀了 随着江绪的话 我也注意着江其玉的反应 在视频里 他站起来时 行走自如的样子 是我完全陌生的 江其玉没理他 平静地看着我 咪咪过来 温咪别怕 别管他 我带你走 江其玉终于分给江绪一个眼神 沉默的对峙中 我眼睁睁地看着江其玉 从轮椅上站起来 走向我们 他比江绪还要高一些 门外的三四个保镖忽然一拥而上 扣住江绪 弟弟 江其玉居高临下地逆着挣扎的江绪 语气显示温和 我不是放过你了 你怎么还敢回来 江家早就变了天 很早之前 江其玉就开始给江绪外公家的企业埋地雷线 同时又不动声色地陆陆续续换了江市里所有骨干 收买了绝大数的股东 那场贴TV事件使得江其玉加速了摧毁自己面临的所有威胁的进程 而今天 江绪外公名下最大的企业成功被江市收购的新闻 登顶本地金融新闻榜首 江绪背后的衣仗倒台了 既然回来了 就去看看你外公 他此刻肯定非常想见到你 江绪被斜着胳膊站直 咬牙切齿 江其玉 你对我外公做了什么 江其玉抬手帮他整理了下一斤 今天就算了 下次如果再对哥哥大呼小叫 就真的要好好管教一下了 江绪被保镖压着出了门 偌大的客厅 瞬间只剩下我和江其玉两个人 咪咪 江其玉朝我走过来时 我下意识后退 男人脚步顿住 你怕我 你有什么可害怕的 我伤害过你吗 江其玉一步一步朝我逼近 不 不是的 我就是一时间接受不了 你让我缓几天 我想先回家 这就是你的家 你你出去做什么呢 江其玉语气依旧温柔 但眼里的笑意已经很淡很淡 江其玉 求你先别靠近我 我被这巨大的变故 砸得思绪混乱 完全理不清 江其玉像是根本没有听见一样 距离越来越近 我后退到窗边 再次提醒 江其玉 男人不为所动 直到将我拉向他面前 就因为我是个正常人 就这么抗拒 你难道喜欢的是我的残废 我抬起头 看着这张私下伪装的脸 声音有些颤抖 江其玉 你之前答应江爷爷和我订婚 里面有利用我的成分吗 时间一点点过去 我始终没听到他的反驳 十五 江其玉不让我离开 晚上也执意让我睡在他的卧室 他终于不再装出 那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这才是江其玉 咪咪 我说了 回房间去睡 这就是我的房间 我将刻卧的门 特意上了锁 门外没有了动静 我以为江其玉放弃了 但一分钟后 他拿钥匙开了锁进来 江其玉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捏紧被子 心里五味杂陈 你不愿意动 我抱你过去救世 江其玉从床上捞起我 紧紧扣住我的腰 我被他放在他的床上 江其玉在旁边躺下 将我揽进怀里 从今天最初知道这件事到现在 我也没有怀疑过江其玉会伤害我 我只是越来越不确定 现在江其玉想和我结婚 是不是依旧是利用 我闭上眼妆睡 逃避和江其玉交流 我爱你的 咪咪 头顶传来清晰的声音 江其玉亲了亲我的发顶 缓声跟我解释 除了自己几个心腹外 没人知道 他的腿早就好了 在他十二岁那年 江旭的妈妈 亲手将他推下楼梯 没人知道 医生也只是说 好好做复健 有康复的可能 但家里干了很多年的保姆 在晚上给他送饭时告诉他 不要让江旭的妈妈知道 他腿会好 十二岁的小少年 似懂非懂 但他学会假意消沉 在众人面前不去复健 让江旭母亲放心 他开始在晚上 或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 凭借自己一点一点 尝试站起来 到后来的正常行走 是他无数个夜里 忍痛坚持的结果 江其玉在江家举步维艰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他不敢行差 踏错一步 最初答应和我结婚 也不能说是在利用我 准确来说 是他想利用订婚脱离江家 独居出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江旭的外公 没少给江其玉下半子 现在这一切 也不过是他就由自取罢了 我听着他以平淡的口吻 讲述他命运多喘的从前 有些替他难过 那江旭说 你杀了人 江其玉低笑一声 低头咬了下我的鼻尖 我走到今天 为了一个没必要的人去犯法 是不是不太值 那他人呢 我有些慌乱地继续话题 不去理会他的调情 不过是打了一顿 我的人已经把他扔在医院门口了 是他自己招惹了太多人 被仇家盯上了 我彻底安下心 从他怀里钻出来 被对着他睡过去 对江其玉一点介怀没有 是不可能的 他口中的爱像是 森林处浓雾下的泉水 听得见 但看不清 第二天 江其玉罕见得没去公司 他也不再需要轮椅伪装 我不得不去适应 仰头看江其玉 咪咪 下周一该去世婚纱了对不对 我陪你去 江其玉从身后拥住我 温热的气息喷洒在耳边 先吃饭吧 我顾左右而言其他 江其玉也没有逼我立刻回答 像以前一样 向下兼容我的情绪 江其玉 我想推迟 江其玉 一道低吼声 打断我的话 江旭隔着落地窗 满眼星红地盯着江其玉 下一秒 他捞起花园里的石木椅子 就挥向了玻璃 窗户破裂 他直直地冲着江其玉走过去 手里拿着水果刀 你把我外公一辈子的心血都毁了 你知不知道 他现在中风躺在医院里 人是不行 我连忙看向四周 问江其玉 你的保镖呢 他神情算不得好 所有人都被我调去公司 保护今天谈判的股东了 江其玉视线 没有离开过那把刀 你先回房间 他不会伤害你 那你怎么办呢 两人体型看起来势均力敌 但江旭手里有力气 没事的 你先进去 他安抚地冲我笑了笑 江旭 从小到大 你还是那么没脑子啊 所有事只会用暴力解决 我不太明白 江其玉 为什么会突然这么说 按理说 他应该是安抚江旭的情绪 而不是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 还挑衅江旭 果不其然 江其玉 你还真上赶着找死啊 说着 他就仰起了刀 我本能地靠近 去拉江其玉 但刀落下的速度太快 我已经预料到 被刺伤的结果 迷迷 痛感没有如期而至 我被江其玉门在怀里 他在最后一刻 挡在我的前面 那把刀扎进他的左肩 江其玉 我看着他的白衬衫上 阴出大片血迹 格外刺眼 男人脸色苍白 有些站不住 我立刻扶他坐下 然后慌乱地摸索出手机 拨打120 江旭愣在原地 手里的刀托力 砸在地上 满脸写着不可置信 他看向摊在沙发上的男人 你是疯子吗 我担心江旭还会伤害江其玉 挂断电话 立刻挡在他前面 哑声警告他 非法入室 你还蓄意杀人 江旭 我劝你 最好不要再做什么 江旭正愣地摇头 温迷 我没有想杀他 我是冲着他的胳膊去的 是他 江旭愈忽然开始闷声地咳嗽 我立刻走过去 拿外套捂住他的出血口 救护车马上就好了 你忍人好不好 是不是很疼啊 江旭愈 我听见自己越来越明显地哭腔 江旭愈越来越虚弱 他弯起个很浅的笑 没有很严重 你别担心 这个时候 他还有闲心扯闲话 只是陪你去世婚纱的事 可能推两三天 再过几天 我再陪你去好了 视线逐渐模糊 眼泪趴搭地掉下 我立刻点头 你好了 我们再去 好 我会争取在婚礼前养好伤 一定会的 我时不时看向他的伤口 我此刻为我昨天对江旭愈感情的质疑 格外懊悔 江旭似乎受了很大的刺激 他站在一旁 白着脸一言不发 直到120来 抬走江旭愈 他才对担架上的男人 僵硬地笑着点了点头 江旭愈 你真的很可怕 江旭愈仿若未闻 只是紧握住我的手 和我一直聊婚礼的琐碎事 后来 江旭愈在医院养伤时 江爷爷来过一次 求江旭愈别起诉江旭 他愿意将自己剩下的 和江旭手中一共6%的股份 尽数转让 江旭愈没药 但也答应了不起诉 江爷爷泪眼婆娑 旭愈啊 是爷爷从小忽视你 是爷爷对不起你 你是个好孩子啊 后来江旭愈出院后 江爷爷当着所有董事的面 宣布了江旭愈 正式接手江氏 而江旭 则被江爷爷扔到了新西兰 他未婚的妻子段芝威 和孩子那里 又没收了他的护照 我得知这件事时 刚结束一天的婚礼仪式 感慨几秒后 我就进了浴室解乏 在出来时 江旭愈正随意穿着浴袍 疏懒地靠在床头 他被灌了很多久 眼神都有些迷离 很难受吗 我走过去 坐在他旁边 江旭愈笑着摇摇头 手环在我腰上 接着猝不及防地 把我抱起来 胯坐在他腰上 声音有些最后的性感 今晚喝得有些多 咪咪 你自己来 优优独播剧场上